手游酷玩 大家好 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电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安静的游戏 叫圣诞拼图 这是一款非常考验玩家逻辑思维的休闲手游 我们需要对相同颜色的方块进行逻辑性的摆放 才能融得更高的分数 操作起来没什么难点 非常适合用来放松心情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在游戏里面 整个界面是一个棋盘 类似于我们玩的那种围棋 看的也是非常的高端 这款游戏的背景音乐 是我们熟悉的圣诞歌 听的也是非常的温馨 所以在闲暇的时候 听到这种音乐 在玩着这种游戏 也是非常的放松心情 这款游戏玩法也是很简单 只要把一横行物品全部连接起来 而且是把这整行全部灌满 这样它就会随之消失 就会得到一定的分数 但是如果这一行的物品都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分数得的也就是非常高 所以在摆放的时候 如果想得到更好的成绩 我们就把这个相同的物品摆在同一行 这样这个分数就会翻倍的增加 但是由于在后面的关卡中 给我们的图形也是不规范 所以要达到一阵行是相同的物品 也是非常难 但是在玩这款游戏 唯一的注意的就是 要多留出一些空地 因为我们不知道下次给出的图形 是什么形状的 而且大小不一 所以多余的空地 是以防这样的图形出现 如果下面出现图形 我们在这个棋盘中摆不开了 这样这个游戏就宣布失败 这样的失败也是非常痛苦 因为我们可以为它流出更大的地方 在下面有一个铁盘式的对话框 这个框里头会出现不同形状的物品 每次出现都是三个 我们要把这三个物品成功的摆放在棋盘里 第二轮的物品才会出现 所以这也是给这款游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但是在游戏中有很多的道具 我们可以进行使用 比如游戏的右侧中间位置 有两个泡泡 里面有一个炸弹 还有一个转换按钮 在游戏过程中 如果棋盘里的物品是太多了 而且下面的物品是无法进行摆放的 我们可以启用这个炸弹 把相同的物品进行炸掉 炸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超大的物品进行摆放了 这样的道具也是不多 所以在利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慎重考虑 现在的局势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啊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上面的物品全部填满 这样会留出更多的空格 这款游戏也是无尽版本 只要你玩它就是无尽的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可以为我留言 留言之后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